這次要幫大家介紹 從日本劇公信力的拉麵網站 精選十大超人氣拉麵店 第一家就從公園滋賣麵開始吃 走 我們現在來到位於莆田站的公園滋賣麵 我們今天吃的這家叫做煮乾麵 煮乾的意思就是小魚乾熬的湯頭 相當的鮮甜喔 這麵吃起來非常的Q 然後叉燒也很厚實喔 接下來是位在東石條的烘達拉麵 我們吃的是中華壽把 然後是醬油的湯底 它的湯你可以喝得到雞油的香 然後還有醬油很濃郁的味道 特別的地方是他家的吃起來很清爽的小松菜 還有滷得非常入味的筍乾 給了你四大片的叉燒肉 非常的軟爛而且很肥很好吃喔 接下來是位在牧場的麵屋擠左右 這家店的湯頭還蠻特別的 它除了有用臀骨去熬之外 還有加入魚 所以吃起來會吃到兩種鮮味 這家是位於出台的金色布魯閨 我們剛剛吃的那個拉麵呢 它是以蛤蜊下去熬的湯頭 我覺得吃起來非常的鮮甜 然後它的麵呢因為有用冷水冰鎮過 所以也非常的Q喔 位於牧黑區的拉麵名店巴魚 我這碗呢是白湯的拉麵 它的湯頭是很清淡的醬油拉麵 可是呢味道很香 然後它的麵是那種細麵很Q彈 我剛剛試吃的那個是豬肉的餛飩 然後它的豬肉呢還蠻香甜的 餛飩的皮啊不會太軟爛 吃起來也還蠻好吃的 這家是煮乾拉麵 伊吹 這家拉麵的湯頭呢是屬於煮乾 也就是小魚乾 然後我覺得它熬的非常的濃郁 可是呢讓你吃起來又不會覺得太膩 然後非常特別的是呢 你可以看到它加了很多洋蔥的小碎丁 吃起來有一點點嗆 可是非常的鮮甜 另外呢它的叉燒肉 份量非常的扎實很厚 餵在錦細亭的麵魚 麵魚相當的特別 它的湯頭有別於豚骨啊醬油 是用蒸雕下去熬的湯 而且可以吃到它加了一點柚子來提點 特別的香 另外呢它裡面有超級大量的鯛魚肉 讓你吃個夠啊 這裡是位於東京北區的中華壽把屋伊藤 我覺得它的麵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是自家做的麵 雖然是細麵可是吃起來非常的扎實 再來呢就是它的湯頭是屬於煮乾 也就是小骨乾 喝起來也是非常的鮮甜 這裡是日本拉麵食選的麵屋伊藤 溫的拉麵來囉 這一塊很大的叉燒肉 光是肉就有三種都不一樣的 我適合這個魚介的湯 非常的濃郁又香醇 而且喝起來不會膩 可以感覺到那個魚的鮮味 接下來這家是中華壽把蘭柱 這家的湯頭也是屬於煮乾 也就是小魚乾 但是呢它並不是那種非常的濃烈 我覺得它是有一種蠻溫醇的鮮味 可以讓你整晚喝到完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東京十大拉麵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是偉恩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見 掰掰